九戒这是民俗 总和如上戒门而离九戒 这个九戒是什么 第一个是爱戒 贪爱 你有贪爱你就有这个戒 无论是贪财贪死贪明贪力 总而言之你有贪你就有这个戒 第二呢会与戒成会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臣是行于外面发贫 贪是心里面脑恨 没有现在外表 发出来了就叫臣 没发出来就会 就会在心里头 这个上人呢 不是上别人 上自己 对自己的身心都有伤害 成会多的人 跟地狱有缘 贪嗔痴 贪心莫贵 成会地狱 所以福把这个列入三重戒 人能够断贪嗔痴 就不躲三我道 第三个是慢 骄傲慢 骄傲 傲慢 第四个是痴 痴是不了解似离之无名 没智慧 没智慧 对于思理的真相 他看不清楚 他听不明白 这就是愚痴 愚痴的人做事情 颠导 古报在出身 第五个 疑解 特别是 疑惑 三报 现在还得加上 疑惑 疑惑 祖宗 疑惑 古无神仙心 疑惑 你决定 不会去修习 那么你的愚痴 这个戒 解不开 特别是神仙 更复发 带着疑惑心 来学 学不到的 第六是 戒戒 那 神戒 兵戒 邪戒 这些 第七是 戒戒 戒戒戒 这两种 我们中国人 把它和起来 成为 臣戒 母人沉坚很深 借坚去坚是对樱上的 樱上的沉坚 坚去坚是果上的沉坚 都很麻烦了 坚固的执着 第八 签 千禧极生命财宝 就是吝啬 我们讲小气 自己不肯做好事 自己的财宝不肯不使 自己的生命就非常爱惜 对于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事情 不肯去做 第九 季节就是基督 别人有胜过自己的心里面就感到难过 这错误的 看到别人有胜过自己的快乐 为什么他有福啊 为什么他有福啊 我想他的福啊 这是一种好死 他有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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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嫉妒 我障碍他 其实障碍不住 那是自己造罪 那是自己造罪 懂得因果的人知道 这大概都是不明因果 不相信因果的人 他才会有这些烦恼 充满的心得